主教醫師會跟他保護理事長 也來問同樣的事情 龍門八卒 前宮國寶怎麼屋內有去 這裡面大概大部分人沒有學過龍門八卒 以為龍門八卒都是在屋外面的 先天水 後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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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往冰 克水 冰水 克水 浮水 天行 地劫 什麼故事 都講這個完對不對 好 龍門八卒 後輩子 正好今天殭屍有婚 竟然有在現場聽到 我說學藥仔若像學生要死 學了十年 坐北這個很重 坐北朝南的砍掛的先天會在哪裡 砍的先天在這裡 對不對 砍的後天在哪裡 坐北朝南的後天在這裡 如果以先天旺丁 後天旺財的話 龍門八卒 先天旺丁 後天旺財 那等於說 這裡先天位如果有水流進來過湯 一般來的就是收到先天水管 對不對 後天水流進來過湯 收到後天水 但是你在裡面怎麼過去 你這裡看個水管是不是 不可能對不對 我都會有點遇到 先天主丁 他要的是什麼 山 後天主財要的是什麼 水水 三管的丁是什麼 水管的丁 在室內的話 你的先天水位 要放跟三流管的 石頭 石桿大櫻 水晶 鹽燈 放在先天外 後天財 他是煮茶 而且是豆的茶 因為龍門八卒想吃水嘛 對不對 這邊叫做催禮茶櫃 龍門八卒還有一個聚財會叫做酷 那個叫做聚財會 龍門八卒 你不要把那些所有的全部套在裡面 一定擺不起來 什麼兵客捨別什麼 扶掛什麼 全部擺進來 絕對擺不起來 我說你們學風水 雅燈學什麼 每一派你要學你最想要的那些就好 龍門八卒我起來的時候 丁財 兩個碗嘛對不對 那你在外面可以補很多 沒錯啦 裡面我要的是什麼 丁財嘛 所以龍門八卒在牧裡面 他說什麼 我就走路 我就簡單 丁的位置 短三 柴的位置 關水 再來一個褲子位 洞財 你把他拉出來 你就不舉就這樣子 他一定就好 然後這個 今天 殭屍修問了 昨天那個人不吃哪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你不要一個龍門八卒 只能顧外面 玄空閥 都是大櫃 如果套房的話 玄空閥怎麼顧 套房只有幾平方米 你用玄空閥 你顧下去 永遠沒辦法顧 對不對 你玄空閥 你要的那一部分 我這一間套房 我要放關的 我就用玄空閥 顧關的那一部分就好 我要用財 顧財的那一部分就好 這一間套房就這麼大 那我把血空閥全部套進去 你的顧 我廁所正常在中間 對不對 那什麼顧啊 廚房也正常在中間 可憐好啊 我還在邊緣角落 對不對 那怎麼可能沒辦法顧財 對不對 所以說你講 你血空閥也可以來顧下去 是看你那一間做什麼作用 我這一間就是要忘關 我就顧關了嘛 血空閥就顧關了嘛 我這一間要財 我就顧財 我這一間已經 結婚夫妻結婚了五年 十年被生在一起 我就是要忘定的嘛 不定的嘛 所以你學了血空 學了八宅 學了農本 學了行家 你不是每四大套 全部都吸收進來來 鋪一間房間 那完蛋了 你怎麼付啊 全部充滿 對不對 你要來拍到什麼東西 拿來拉進來就對了 你學的是這樣子 今天我講的時候 那個教職就往南大 昨天那個理事長 我跟他講他也知道 原來是這樣子 不然你要在學那麼多 你怎麼付啊 像這間你拿八台 拿網粉 再來拿進家 再拿血空 你不想去 完蛋了 你怎麼把 有辦法把 好 葵三丁相 大門在這裡是不是 我把自己還沒畫錯 這次叫什麼東西啊 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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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廳 這是二樓 你講的現在是要看三樓 是不是 三樓神明廳進來 這一間是什麼 看動式就是舒緩的 舒緩的到這裡來 對 到那裡 舒緩的會是延伸 延伸 這裡都是舒緩 對對對 然後這裡呢 一直到這裡 沒有 到這裡 差不多這樣子 就這兩個 就這兩個 差不多這樣子吧 對對對 好 那這就是房間 一直到這裡 這麼長 是 那這裡是什麼 樓梯 樓梯 樓梯喔 整個樓梯 幾乎是樓梯就對了 對對對 那這一間呢 那裡 就是神明梯 還是神明梯裡面了吧 對對對 那我們把神明梯稍微掛一下 這一個公位都是神明梯 這一個公位都是神明梯 對對對 神明梯 神明梯裡面有電腦 這樣嗎 那你從天就從這裡進來 對 這個就是落地的大門 基本上它是從樓後進來 神明做正位 那舒緩的粉質大概在這裡 這裡這裡 神明的大門 這裡啊 嗯 頭梯的大門 對 這一個 我把它掛一下 好 因為幫你掛一下比較清楚 好 舒房袋 這樣子 好 那房間的門是從哪裡 這裡 對 你是經過舒法袋大旁邊 這等於說這個是你的落地 那還有一個 那個是小的 小的 好 反正大概是這樣 好 好 那你是坐這裡 像這裡 對 嗯 嗯 我先用行家的方式來看 行家的方式 這個神明天是沒有問題的 它後面 這裡是腫道道 對不對 那沒關係 樓梯在這邊嘛 所以樓梯都正進來進來 這樣子 那這裡有一個門 過來這樣子 這個是沒有問題 好 當然如果說樓梯從這裡 你看這裡這邊跳上來 就這裡 好 這邊是沒有問題 那如果這個是 你的舒法就一般的舒法而已嘛 不是重要的辦公的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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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所以雙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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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龍過堂 譬如說嘛 龍過堂 所以說如果說以做生意來講 我現在講的是行家 以做生意來講是龍過堂煮櫃 不煮茶 但是辛辣 如果開龍門的話 龍進來不過堂 但是開龍門一般來講望南流 望南流 你看 龍過堂 開龍門 望南流 但是南流淚 開龍門 龍過堂 望南流淚 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般的辦公 住家的書嘛 你看 開龍門 龍過堂 有沒有過堂 貴飯 那龍代表貴嘛 對 貴 對 但是望女人 因為她是五方 然後這邊五方洞 又走五人 心腦 比較容易似非 對 那你開龍門的話 是五過堂 五過堂 但是你開龍門 龍邊敬 龍邊住 是望南流淚 那你開龍門 但不主櫃喔 她也開龍門 哇 很難得很硬吃大 因為你剛才要怎麼吃大 是這樣 但是五過堂 五過堂的話 貴氣就不住 就是這個意思 五過堂 還好 但是那是講生意常骨 你的書房的話就沒關你 那你就做證明嘛 那你往這邊看 你是什麼命化的 那不會 那不會 那我跟龍門 以命化來講的話 八載法命化來講 Kunmin 的人 這裡是 這四個位置是我們所講的 四十四級吧 所以你做證明會 像的是兇方 我打他的是兇方 你是像兇方 因為你做證明我才會這樣 用八爪來看 那以行家來看的話 你這樣做還可以啦 沒有大部分 就是做呆頭 又不是做辦公的 一般的位置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神明天 你看喔 神明天 神明天 神明討外 這是對的正確的 絕對沒有問題 神明討外 絕對沒有問題 那這個應該是十強吧 木頭可能有多厚 這麼厚的木頭 十八分 那可以 那這樣可以 一般電腦主動 對不對 動的 所以一般在怎樣 從旁邊就可以看 從旁邊主動 電腦放旁邊的話就比較不好 所以電腦主動放在這邊可以 動的為什麼要在旁邊 這是行家法 那你行家法這一生一定是沒有問題 這樣看 這個也沒有問題 這邊看房間 睡耳的 裡面的太太知道 對 放這樣子 這樣看 這個叫做 頭向東 他頭還是向東 有沒有 頭向東 睡更掛 睡更掛 是向正掛 這要聽懂嗎 對 所以以你來講的話 你是睡其方向雄嗎 太太是什麼命的 而她也是一樣 她也是睡其方向雄嗎 那以這一間來講 你是二昆的嘛 對不對 昏天顏矩生 你是睡其方 你是睡在生其方 睡在生其方 昏天顏矩生或頭向過害方 頭向過害方 那是至少沒有睡生其方 這是做天一向過害 這是以發財來講 但是你至少 你坐在即位 等於說 你也不會插到那一句 當然能向己 坐己向己是最好 沒辦法選擇 第二種選擇 我們班仔有四 命怪有四種 坐己向己第一好 坐修向己 第二好 坐己向修 你才勉強可以 你才勉強可以 那聽到哪 命怪 命怪 是這樣 命怪有四種 所以你是坐己向 就是排第三 還沒有來 OK 好 那這樣子睡的話 這樣 西加塔 一般來講 房門進來 房門進來 這邊進來跟床部九十度 這是正常 一般就這樣正常 就沒有 沒有問題 老師他那個床部 離到西北牆的人 是不是會更好 來西北牆的人 那你西北牆的人 睡在前後 他睡這樣子 就是頭像 坐多其其 像其 對 以那個坤的話 坤邊 那是他的言人 那他太太是對嗎 生氣嗎 一般來講 以行將將是對 以八齋法 這樣子是小其 有你 那麼以八齋法的話 你如果床是這樣子的話 床頭在這裡的話 那變成說 他是 睡幾下 睡幾下 這顆 這是八齋法 那以行將 兩邊都可以 兩邊都可以 因為之前有人叫 有聚系的 所以在裡頭 那標準 那那些是電視 電視要來這邊 一樣 對調好運 但是你要注意 所以以行將來講 電視比較正床 正對床 所以你在正床的話 電視比較正對床 一般來講 比如說你睡這樣子的話 電視 比如說這個地方 是放電視的地方 你寧可靠近這一部分 或者是靠近這一部分 不要正對的這一部分 好的 好的旁邊 還有一個廁所 是一個房間 這裡有廁所啊 那可能就沒辦法放廠 是不是 可以 在房間裡面 可以床面比較大 房間看大街的 好 那你那時候廁所有在這裡 廁所有在 在一間廁所 這邊 那這邊 那這邊如果一廁所 廁所門會不會到床 類似這樣子 不會 那為什麼床不來這裡 會不會覺得太逼人 是因為逼人員 因為我們沒有現場看 那人在逼人才會選這裡 不然的話這邊 以發財法 行家法的行為 是這樣 那這一間整個格局來講 你以行家法是沒有問題 發財法的話還好 還有小子 沒有問題 就這樣子 所以明明這樣子 電腦這樣子 沒有問題 這邊就是直接看到外面 所以你畫的這一間 只是一個三樓 一個附居 對 你客廳不在這裡 客廳在附居 對啊 所以你現在畫的是三樓 所以三樓這樣子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書廳的座位還可以 想要做一個地方 你這裡是牆壁 這裡是牆壁 對 你向北也是不對 向南也是不對 向東也是不對 那向心就是面壁 所以當然你是怎麼這樣子 那可以做這樣 斜的喔 不是 這裡有一個場地 這裡 這裡 樓梯那裡 這裡 你坐這裡向這裡是不是 那這裡的話 變成說 你坐什麼 你這一個是中宮的位置 中宮的位置 它一霸太陽 這是空位 那這樣變成說 它是向的極方只可以 它是樓梯 走到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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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走到樓梯 那裡 本來就是要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 但是以行家法也有一個小問題 叫做貝禮 滿小的 還是太小了 所以說以行家法跟巴大法衝突的時候 你如何選行家法 還是在這裡 哪一個區塊 是座子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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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一個座子 拍什麼時候 這個 這個當時不需要去床 這個也 這個也 座心不大 而且第一個 這個也是在做 一半十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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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上次老師也知道那個 林辰邦 他的 因為我西南邦有一個大水晶 在哪裡 在哪裡 這裡 對 七十幾公斤 對 金洞 對 金洞 金洞 好 好 那 是不是一樣的問題 這種方式 都是不在乘搭 這個區塊的 我可以講 一般的財位 有塞的地方可以度財位 或是我們先不講 塞的地方可以度財位 一個是客廳 一個是廚房 一個是廚房 客廳是男人廚 廚房是女廚 這要講 第三個就是神明廳 神明廳 神明廳本來就是 你公罵神明你擺的 要做什麼 希望保佑求財 對不對 尤其神明主 平安 公罵是什麼 財 如果這裡有公罵 有公罵 那當然你這裡可以入財位 你這裡財位的話 如果說這裡是樓梯 對不對 樓梯從這裡上來 這邊都不用跑 對不對 那大門 我們比較簡單的 如果說這裡是一個落地門 的話 當然這是行家的協會 這裡是一個財位 有座房 發動 有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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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福 有座房 有座房